没有自我 没有肉体的欲求 就连对生命的执着也没有 纯粹的 只是将存在于周遭的事物 破坏殆尽 侵蚀眼前的生物 迟至最终 自己也不如毁灭 真是美丽 那东西 简直就是理想中的 完美兵器 突然黑衣人询问手下们 你们几个 能不能想办法将那东西弄到手啊 回话的这位 心里不知作何感想 但嘴上还是毕恭毕敬的解释 就那东西的体积以及破坏力 仅凭我等回收部队的能力 实在是负担不来 既然无望 黑衣人又说 拿不下主体的话 那么那些来回乱洒的玩意呢 手下继续回报 那些被射出的活动体 有些已经停止了行动 那个的话 倒是可以想办法 这回答让黑衣人有些不满意 只拿残骸有什么意义 一动不动的就和其他的觉醒者的尸体 有什么分别 这个阴阳脸的黑衣人要求到 要活的 他要的是活生生的素材 但这要求 回收队的人很为难 因为那可是比活着的觉醒者 还要困难数倍 然而这样的诉求是没用的 在黑衣人看来 即便是会削弱组织的现有战力 那东西也是必得之物 而借此呢 回收队的人提出 假如一号二号在此的话 希望不小 可是以现在的战力来看 稍稍有些严峻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 在西南方有一神秘的发现 他们所说的城镇里面很惨很惨 这里以前可是非常热闹的 但现在的这副模样 就是因为距离那东西太近了 回收队的人介绍 那些涉进城镇里的活动体 现在全部停止活动 镇上居民几乎全灭 黑衣人达耶利克问道 你说的几乎是什么意思 之所以神奇就在这儿 这座镇子有一名幸存者 活动者在垃圾的身上 并没有停止活动 达耶看了十分的兴奋 这活体素材不就有了吗 并且眼前的这个小子 为什么在被刺穿后 还能免于全身被侵蚀呢 达耶他只希望 千万不要是什么 意志类之类的无趣的理由 随后下令将其回收 并带回组织 回收队的人个个是大吃一惊 假如要是中途 他全身遭到侵蚀的话 而这一天 达耶早就想到了 所以他才不会和他们 走一样的线路 并且对回收队的人 发出警告 千万别忘了 组织的目的和你们自己 究竟数正数清 用你们那中空的脑袋 好好地想想吧 对于眼前的这个小子 他发出怪笑 放任在外的研究材料 有时也会带来有趣的结果 丛林里 尤玛带着辛西亚在飞奔 突然辛西亚说 附近好像有同伴的妖气 二人停下并慢慢地感应 的确很弱 是一名战士的 可是那应该不是克莱亚他们几人 感觉像是组织的战士 但是现在四周的妖气 是铺垫盖底 这就导致细微的判断 变得十分的困难 感应了一会儿 他们找准方向 期间二人也在考虑 对方假如受伤无法动弹 我们还要救人吧 然而话音刚落 二人都呆住了 一根组织口中的活动体 一名战士 被他所贯穿 尤玛很好奇 黑色的装备 这难道也是组织底下的战士吗 说着想要上前帮忙 拔下来救人的他 被辛西亚一把拽住了 只见心情下一脸苍白 且浑身发抖的说 不行 那东西 那东西绝对不能碰 慢慢的 那名战士站起了身 他一直以来的声音声 也变了声调 就在二人以为这名战士是觉醒者时 她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化 她浑身上下 长出了黑色的刀刃 辛西亚反应极快 大声提醒还在发呆的尤玛 马上离开这儿 但晚了以后 二人所处位置 被那些黑色的刀刃切个粉碎 在另一边海伦瘫软在地 他身旁的敌尾强撑着 站直身的四下敞开 周围满是被切成碎块的尸体 这里面有一半是被他们所打倒的 另一半则是能量用尽 自己倒下的 也就是说 即便是不把那些东西大写八块 他们出去四周造灭的活动时间 也就是半天而已 挣扎着起身的海伦笑着说 别管怎么说 最后活下来的是咱们 这下知道谁更厉害了吧 可是站着的两人并未附和 脸上也没有战后胜利的喜悦 迪维说 因为真要追本溯源的话 咱们根本就没有改变到什么 突然 海伦看到了眼前的那一幕 有些崩溃的他说 开玩笑吧 我们拼死拼活的 直到刚刚好不容易才解决掉的 你还来啊 克雷亚说这样的事 他们打算一再地重复 直到生命结束为止 利弗露此时有些狼狈 没想到 这一家好在解除觉醒后 竟然还有这种强度 不对 与其说是解除觉醒 更像是妖气沉静了下来 原本控制妖气的一方出了事 所以两个人的角色立刻对调了吗 脑子里想了这么多 利弗露的手伤并没有闲着 满地的面条喷涌而出 阿丽西亚是从容应对 时代真的是变了 强撑着起身的利弗露气的牙关紧咬 现如今自己真的是陌路穷途了吗 身体已经无法再生 也没有余力变成觉醒体 不仅如此 手脚被人说砍就砍 还搞得趴在地上吃土 现在光是站着 就已经是自己的极限 想到这儿 他悲从心起 自己竟然会败在这种家伙的手上 达夫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流泪的利弗露 地上匍匐的他一把抓住了阿丽西亚的脚踝 利弗露知道这个战士有多危险 也知道现如今的二人有多么的虚弱 他让达夫赶紧放开他 也就在此时 阿丽西亚出了问题 他的腰力像是不受控制般的发生暴走 随即不顾二人 半蹲在地上拼命的压抑 利弗露的感知很敏锐 眼前之人在用尽全力的压抑着 觉醒一方的妖气 这对双胞胎的另一人正使用着几乎是不能驾驭的巨大力量 在和魔物战斗着 是普雷西亚 他对于眼前这被寄生强化过的觉醒体完全没有兴趣 而这行为刺激的贝斯像猫一样长了毛 身上的刀刃刺向了普雷西亚 可普雷西亚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背上 有些好奇地说 到底哪个才是你的本体啊 说完 右手将贝斯的半尖身体扯了下来 在觉醒体发出嘶吼时 他趴在那伤口处 贝斯知道他在做什么 身上的刀刃刺向普雷西亚 但他是不闪不闭 全身心地投入到很时尚 他吃掉了贝斯的内脏 吃完后还来了句 果然一点都不好吃 在躲过了贝斯的尾巴攻击后 很自然地说不够看 就这么一点的程度完全地不够看 说完左手光秃秃的手腕又长了出来 并且那些刺进后背的刀刃全部被崩碎 现在的他很饿很饿 已经饿了很久很久了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都是在忍耐 依靠着留在那个男人身上那微弱的气味 今天总算是找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对于眼前的这等货色 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种藐视的态度 激怒了已经没有多少神智的贝斯 他的身体再次发生改变 身上的刀刃比之前更多更锋利 但普雷西亚似乎能看到另一个在墙撑着的人 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真是两个傻女孩 飞驰中的油马身后是点点血滴 以及残之断臂 对于身后的断手他不敢回头 只知道拼命地往前冲 逃出一段距离后 他放下了怀里的东西 那竟然是新西亚 经过一声声的呼喊 新西亚总算是睁开了眼 而他睁开眼的第一句就是 你没事吧 油马大骂他混账 有事的人是你吧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原来这时候的新西亚 四肢和部分的内脏都已经不在了 油马是急得直哭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到那种程度 你刚刚只要不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话 你就不用落得如此田地 见油马如此的伤心 新西亚很抱歉 因为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 大脑在没有思考之前 身体就先动了 想了想 新西亚决定说实话 说不定现在这样 就是自己一直所希望的吧 七年前 自己眼睁睁地失去了贝罗尼卡队长 虽说他是队长 但他13 自己14 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一起支撑着小队才对 可被杀的只有队长一人 自己那时只是运气好 被敌人少砍了半岛而已 自那之后 自己就成了行驶走肉 之所以跟着大家一起走到现在 说不定 只是为了和那一刻 做个两段 为了寻找求人得人的那一刻罢了 说完理由后 他请求油马 送自己上路 即便自己是防御型 可现在这种程度的损伤 已经不可能再生了 现在的意识已经开始浑琢 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失去理智 再这样下去的话 要是忍不住这激烈的痛楚 说不定自己就会自甘堕落 踏入非人的企图 说完他自嘲道 在幸存的欺人中 内心最脆弱的就是自己 而这样的我 只要把这条命 用在有用之人的身上 这就足够了 可是他这样的自嘲 却引来了油马的愤怒 同伴死在眼前 觉得痛苦的 难道只有你吗 说完 他的双手按在油马的身上 便浑身爆发出妖气 他竟然要尝试着做妖力同调 之前被辛基亚治疗过 左腿再生时 他大概懂得了这妖灵 所以这一次要轮到他了 辛基亚劝他不用了 因为这可不是能献血献卖的 然而接下来 一直好脾气的油马让他闭嘴 因为自己会分心的 算我求你 总之先别说话就是了 在油马爆发妖力拼命治疗时 阿里西亚也在拼命 他拼命地想要压抑 那明显暴走的妖力 不远处 利弗洛就那么傻傻地看着 地上的达夫提醒他 趁现在啊 现在是杀死他的好时机 可利弗洛之所以傻站着 并不是因为眼前的这名战士 而是吃惊于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不是 应该待在南方吗 达夫不明白这个南方是什么意思 而这时 阿里西亚像是到了极限 他竟然放弃了眼前这两个唾手可得的狩猎目标 而利弗洛知道 他是要去找自己的孪生姐妹了 可是 负责控制的你去了那儿 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与普雷西亚对战的贝斯 由于身体的再次进化 刀刃触手同时触击 但在近身时 普雷西亚单手就将他们全部破坏 远处的贝斯化作一团黑影 扑向了半空中的目标 中途 他的头再次发生异变 他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 咬向了普雷西亚 但被咬的普雷西亚并不慌张 反而 挑起了他的毛饼 远程用刀刃 忠诚 专挑死角攻击 离近了 就靠蛮力 不管你怎么改变战术 逞强 依旧是逞强 说完他手上发力 一把扯向了贝斯的下落 吃痛下 贝斯的尾巴刺向了普雷西亚 而这一次 他不再闪避 依旧是单手 他的右手里延伸出了某种力量 沿着那尾巴开始破坏 贝斯警觉地撤回了 被粉碎一截的尾巴 普雷西亚顺势前冲 来到了他的身前 单手 放在了他的腹部上 并说 你的死期到了 就在他发力准备了结贝斯时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将他逼退的 是安利西亚 他赶了回来 对于他的出现 普雷西亚稍稍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对方会在远方守护 可是 你打算怎么做呢 就算你来了 局势也不会因此有半点的好转 安利西亚的回答则是 觉醒 远处的利弗洛也感受到了 但他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因为正如普雷西亚所说 两个人通通觉醒的话 不就没办法变回人类了吗 不得不说 姐妹二人的联手攻击的确精彩 但是也只是精彩而已 这一次 普雷西亚不再闪避 依旧是伸出右手 再说了去 有点烦人后 硬生生的将姐姐的头 给摘了下来 见此情形 已经被寄生的妹妹发出悲鸣 并流出了眼泪 而与此同时 普雷西亚的身却 极快的速度赞生 对于黑双子 他本以为 这算是组织制作出来的 完美人偶 哪知道 连接着紧密彼此的深层意识 还存有疑似人类的感情 一个为另一半的危机而赶来 甚至主动觉醒 另一个为了另一半的死而流泪 要是以组织的标准来看 你们只是缺陷品 除此以外 什么都不是 这时泪流满面的贝斯 再次射出刀刃 并发疯般地冲向普雷西亚 而普雷西亚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不用担心 你马上就会和他重访了 在另一边 利弗鲁彻底地傻掉了 就这么结束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对上那两个觉醒后的二人 说笑吧 这世界上竟然存在着那种怪物 与此同时 还在休息的克雷亚猛地抬头 这股妖气 它是怎么回事呢 在那场弥漫着污血尘埃 以及腐肉臭味的血中 因为那个男人身上所沾染的熟悉的气味 自己找回了属于我的意识 尽管记忆并非是完全恢复 可是自己能百分百地确定一件事 我所寻找的东西 一定在那气味指引的方向上 从那时起 自己就尾身于那个男人身旁 不再以任何血肉为食 一切都是为了探寻那气味的尽头 普雷西亚首次双子 在他准备离开时 贝斯作为寄生体 不甘地向普雷西亚射出了细小的活动体 但那两个在准备寄生时 自动脱离了他的身体 因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 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寄生在他的身上的 这边既然完美解决 那么接下来呢 另一边反应过来的利弗露 大叫着让达夫赶紧逃 虽然达夫说自己现在都这样了 还说不会丢下你自己逃跑 可利弗露不管这些 他让达夫赶紧逃 能逃多远是多远 但是晚了 那个人找到了他们 普雷西亚好奇地问 从刚刚就一直很留意 你的腰气 那感觉像是很久以前遇见过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利弗露此时被吓得是浑身发抖 实在是难以置信 他怎么会这么快 在一旁 达夫看出了利弗露的意义 他出言威胁道 你要是感动利弗露 老子和你没完 利弗露深知这个女人有多么的恐怖 他请求达夫别再说了 求求你停下来 普雷西亚慢慢地走到达夫身前 蹲下双手抱着他的头问道 你还没说完 具体打算怎么做啊 达夫恶狠狠地说 老子会扯下你的手脚拉出你的肠子 然后把你玩到死 普雷西亚了然了 然后达夫刚刚再生的手脚全部被扯断 在那之后 普雷西亚的右手放到了他的腹部上 发力将达夫的肠子扯了出来 并说刚好自己也打算这么做 在达夫痛苦的哀嚎中 利弗露哭骂着臭女人 但普雷西亚的右手刺穿了他的身体 并且由于速度太快 利弗露都没有反应过来 普雷西亚说 刚刚阵子上人们的内脏根本没吃饱 说完 他的右手爆发出数不清的刀刃 由内而外刺穿了利弗露 这时克莱雅一脸凝重地站起了身 远处传来的那股妖气 他似乎好像在哪里感受过 突然一旁的迪威大声提醒 精神有些恍惚的克莱雅 别发呆 第二波要来了 海伦是发着牢骚坐着戒备 克莱雅则闭上了双眼并静下心 就跟第一次时一样 从那庞大的妖气中 一个个辨别出那急射而出的柱子的动向 随后他要求海伦不要动 保持那个姿势就行 迪威赶紧退后半步 就这样 如炮弹般的柱子 从他们身边是擦身而过 此时的克莱雅还在分身回忆 刚刚那一瞬间的妖气 按理说 即便是在那巨大的双子的 庞大妖气的笼罩下 依旧能感受到的那妖气 自己认识吗 哪里 是在哪里呢 自己何时遇到过那么强大的妖气呢 对了 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了 那是自己还在人类的时候 就烙印在自己那幼小的身躯里的记忆 想到这儿克莱雅的妖气爆发 他此时处于暴怒的状态 原来那个家伙就在附近啊 在他们身后 一个人迎着那漫天的火月体 一步步地朝他们走来 克莱雅回头 怒视着他 普雷西亚 迪维海伦二人十分地震惊 这个人为什么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若无其事地走着 而克莱雅 他的面部已经出现了妖魔化 普雷西亚还是那副冷冰冰的表情 克莱雅死死地盯着他 感受着那强烈的波动 普雷西亚突然说 自己的肚子饿了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一直地忍来到现在 寻着那微弱的气味 今天总算是找到了这儿 结果 你是谁 这样的问题刺激到了克莱雅 他举箭冲过去就看 但这些在普雷西亚的眼中 就是笑话 随即一脚将他踹飞 也就在这时 一根柱子显之又显地落到了二人身后 看来刚刚那一脚 算是普雷西亚救下了他 但接下来 克莱雅又又又被摁透了 不同于前两次 这次是被人用脚 普雷西亚之所以不想克莱雅死得这么快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 这个人他到底是谁 眼见克莱雅受辱 海伦有点看不下去 可就在他想有所行动时 柱子又到了 普雷西亚也是不闪不闭 而是徒手应接 然后利用手指将他们切个粉碎 见识到他实力的敌尾警告海龙不要冲动 仅凭我们就连穿越这片枪雨走过去都是不可能的 还有那个笨蛋 这次又是哪边进不对 以及那个人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我们至今为止遇到的任何强敌相比 他简直就不像是同名次元的一样 此时的普雷西亚将克莱雅稳稳地踩在脚下 他很奇怪 气氛的源头明明是你 可为什么见到你之后 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呢 你到底是谁 自己满以为只要找到你就可以取回失去的记忆 结果你看看你 为了找你自己这么多年寻寻觅觅觅 究竟是何苦呢 现在在这个阶段 在普雷西亚看来 可选择的选项已经不多了 假如亲手杀了你的话 是不是就能稍稍地想起些什么呢 听到他这么说 海伦出手了 可是他的手腕被普雷西亚抓住 就在他发力想要毁掉这条手臂时 被压抑了许久的克莱雅一跃而起 向他冲去 克莱雅利用乱劈 逼得普雷西亚后撤 然后又一根柱子出现 削去了普雷西亚的右手 但克莱雅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他的肩膀被击碎 受伤后的普雷西亚一脚将克莱雅踹开 落地后 克莱雅滑出去老远才卸了那力道 但刚刚停下的他 腹部就被贯穿 普雷西亚是优雅的落地 失去的右手开始快速地再生 并注视着挣扎起身的克莱雅 兼受刺重伤的克莱雅还在强撑 后边的敌尾让他赶紧出手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 撤退吧 先想办法离开这儿 但克莱雅却说 那拉花娜与路西艾拉的放射活动 马上就要结束 你们两个趁机逃走 尽可能地离这里越远越好 本来自己还打算回去与米利亚回合 一起为打倒组织而战 现在看来没办法了 接下来克莱雅他要舍弃为人 海伦急得大骂他笨蛋 并且提到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小鬼 你不是为了找他才跑来西方的吗 可克莱雅之所以想建垃圾 也只是为了确认一下他的平安 以及和他道别罢了 早在过去自己就打定主意 只要遇到眼前之人就这么做 自己活到现在的理由 就是为了杀死他而已 迪维知道 克莱雅这是打算用出在撇塔时的招式 而此时放射完成 克莱雅提醒二人赶紧逃 他则直奔布莱西亚 但是仅仅是一个回合 克莱雅的决心体消退 后背是血如泉油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而普雷西亚 还是那么懒散的一句 什么吗 你根本连觉醒都办不到 不是吗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故事内容了 抱歉啊 这一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状态有些不佳 战斗场面描绘的也不是太好 接下来我打算 去做一期见风杂谈 来调整一下状态 哈 好